你说家里你不放照片吗 有 但是大的是他的 所以这个这事情是有意识的吗还是就是默默的 他放上了你就 接受了 我我就我就没有想这个说 谁大谁小这个 没想 可是不是每个明星都在家里放照片的 正好那个地方适合 是这样 有一点很大的 是我作为礼物送的 是一个 专门画这方面 国内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为他画的一个肖像 两米多 你知道吗 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挂在那是ok的 那至于其他的照片那种的 会是有一面墙是我们和孩子呀 或者我们俩就那样的 他家里要放你的歌吗 平时不放的 真的不放 多烦呀 虽然他说我的问题很狠 可是我其实今天 很收敛就是 很多我可以趁机打折随关上的机会我都没有打折随关上 还是问到了很多有趣的景象是我没有想过的 那你去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会来 会来 他在台下你的表现会不一样吗 可能第一次的 投一两首歌 会有一点 但马上 说实话 你不要去想 想了会分神 嗯 就像是 我特想让我爸看我演唱会 但这辈子也不可能了 嗯 但是我每次想上 想着他看的时候我都会心里 觉得哎呀还是 就别是别叫了 那个反倒我会觉得有 对 就是爸妈这种的让我就觉得哎呀 但后来 年年纪稍微再大一点的就好多了 所以全世界你最想要向他证明你自己的是爸爸吗 我爸爸和 女儿 哦 醒醒对 一定是女儿 因为儿子他两岁的时候每天唱20遍 一起摇摆 嗯 两岁 现在就是每天拿一个儿童吉他 就这么摔头 后来我我想这应该不需要证明 不需要证明 是是是对 醒醒更 更是女孩那种 而且和他的 很多的时间更多吗 嗯 爸爸是因为没有机会了 嗯所以更想 是对当他可以开始因为我 享受一些 生活上更好的状况 嗯看到他儿子哎终于 他就走了 在他出事前的三天前 嗯刚在北京我们一家人 嗯吃了给我吃了一顿饭 聊各种东西 然后我去了 丽江 演出音乐节 然后我姐姐给我打过来电话 早上七点多 声音有点发抖 我就觉得不对 他没有直接敢 直接说 他就是说早晨爸爸 摔倒了 嗯心脏 还是心脏的事 他说他觉得好像 不太行了 我一听这话晕 不太行了 然后 我接完这个电话到回到北京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因为丽江没有直飞 嗯 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反正晚上11点多 我直接见到我爸爸在就是去太平间里见到的 所以我后来写了一首爸爸 嗯 在他 离开以后 三年以后我才写的这首歌 那首歌 我每一次在演唱会上唱底下的人都会哭 嗯 有一轮巡演每一场我都会唱 但是从那之后我再也不会唱 因为 我我觉得 我心里会觉得不太舒服 懂 妈妈有看过你的演唱会 看 看过 他第一次看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差不多如同他们听听到我 唱飞得更高之后的反应就是 那个感觉就是 儿子你现在确实有出息了 就是 开心 但是不会啊 就绝对不会的 嗯 但是我大概明白就是他们很开心 是 我读过一个不知道对不对是 呃 据说你妈妈过世前有说过说他很希望能够跟人家讲 嗯 是一个真的什么样子的人 嗯 所以 他是觉得你被误会了 他特激动 他从哪里知道你被 怎样描述 到处都是那个新闻上什么的 不行 我我我死之前一定一定要找一个 有良心的记者或者什么 写一个就是我儿子真实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知道吗 我我我连一分钟都没有 等就是他说完这句话马上我就回答 我说妈你想怎么 因为 你有可能倾注了一吨的泪水 写完了这篇东西 然后别人看完了第一秒钟就回答 那是你妈 那是你妈 所以他能不这么写吗 你所有的心血眼泪都还是会变成别人的 还是会变成不相信人的 酒资谈资 就是一个笑话 你跟他讲 这很扫兴吧 那也好过他正准备做这个事 不可以的 真的 跟人争辩没用 自己解释没用 是 痛斥媒体 我试了 各种好 好 就都没招吗 突然有一天我 我觉得好像就应该这么做 就是 不要怂 不要不出声 可是去争辩又没有意义 只有一条路 做更牛的事 只有这一条路 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尺度 你自己去对一下 你到底是相信 我是这个 还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就不真的没法说 我也没法说你也不能相信 对 就干脆就是你爱咋着咋着吧 我赶紧做我事 只能这样了 后来我发现他的点不在那 不是说他特别感兴趣你解释什么 不是的 他感兴趣的是他现在没事 他想听进这些事让他的生活 很有色彩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解释什么 没有意义 你最多是别人三天的谈词 可能都不到 对你就把自己放的 平静一些和大家 像好朋友一样 吃喝玩乐 打闹 但是该正事 好好做就完了 你看了张子怡的生活后你觉得做演员跟做音乐人 哪一个 苦 本质上没有差别 表现形式上 演员更苦 更苦 我肯定是不行的 让我在那 说今天这个镜头一共就三分钟 然后早上五点钟化妆 然后等到 第二天的凌晨两点 你再讲 一代总是吧 不管是什么吧 就可能我就 常常就需要讲 就是我我我会就是我干别的了 我我做还是我能自己把控的 吃不了那个苦 我觉得那也不是苦 可能个性的选择吧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跟你说我就是想唱歌呢 我会告诉他 什么时候我知道你热爱唱歌了我在帮你 在那之前你放心 你不管你告诉我喜不喜欢唱歌我也不会帮你 就你可以问我这个歌怎么写 为什么我这地方唱不好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如果我发现你唱歌是因为觉得好玩或者说有别的目的 我也不会拒绝因为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尝试 但我不会帮你的 因为没意义 他就在你的演唱会前面当开场的 嘉宾啊 好多事都有意思 都能让他完成自我 这个行业 我倒不是拒绝 我还是有一个前提 你得珍惜